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Bitrosen的何子萱 今天我想向您介绍几个位于马尔本的非常优质的幼儿园投资机会 其中一个位于马尔本非常知名的华人区Box Hill 902号到904号Station Street Box Hill Box Hill就不用我多多介绍了 是马尔本最大最知名的华人区 这个项目就在Box Hill最重要的南北方向的大主路Station Street上 巨大的车购量会为物业增加格外的价值 接下来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物业的项目优势 第一就是租客非常的优质 据个幼儿园由殖民企业Guardian经营 在全国拥有152个早疗中心 非常的稳定可抗 拥有122个long daycare全日制托儿名额 由此可见 租客的实力和借用物业未来巨大的收益潜力 第二就是租业的稳定性 项目拥有全新签订的长达15年租约至2039年 每年的净收入超过为3万澳元 而且还有两个10年的需约选项可续租到2059年 目前年租金每年3%的固定增长 第三该物业面积达到830平方米 所有的费用包括非常令人头痛的地税 都有租客支付 而且项目中还包括新建的物业 也能为投资者提供极佳的税务折旧优惠 大家知道这也是提升回报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 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了两个非常优质 为于墨尔本的其他幼儿园物业投资机会 一个是在762号到764号 Widehouse Road Mission 租客室 Children First造校中心 年近收入超过60万澳元每年 另家幼儿园是在329号到331号 Springville Road 租客是Story House 年租金净收入超过37万8千每年 以上项目将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出售 即使时间为澳大利亚东部时间 2024年4月8日星期下午3点 敬请关注 如果您在寻找墨尔本的投资机会 想要稳定和可靠的收益 这些幼儿园物业从来都是华人朋友们 投资的绝佳选择之一 是绝对值得您考虑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